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朋友,亭主,她是一位特别热心,积极笑上的姑娘,亭主介绍自己的时候特别谦虚,我们来认识一下亭主。 我是亭主,家有四岁南宝,热爱理财,阅读和健身,没有过人天赋,只有折腾不值,体质内般专停足足笔,招行随手机等平台,特约作者广告公司合伙人理财书筹备中。 这是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问题都得用钱解决,剩下百分之十交给亭主,我们签手过上不被金钱束缚的自在人生。 昨天和闺妮聊天,视频中的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上衣,设计独特,又显身又精神,她,才猜多少钱? 我,五百块,她,哈哈哈哈,上个零,四十九。 我,我,什么啊,链接发我,闺蜜的收入不低,我是知道的,没想到这丫头,竟然会穿几十块的衣服,而且穿出了大牌感,比我几百块的衣服还好看,没天理了,闺蜜补充道,这叫消费降级。 现在很流行答疑,不就是消费降级吗?谁不会啊,你看我刚换了手机,没买苹果,买的Vivo虽然网上吐槽,Vivo和Obo是小镇青年的标态,但我就是小镇青年啊,运行速度很快,全面屏很爽,伸缩摄像头的设计比苹果还新潮,常引起周围人的惊叹。 且,你那是因为不想换号,又想用无限流量甲,才被破坏的国产吧?好吧,就算我这属于被动降级,我在其他方面可是主动的。 你看,我现在很少出去吃饭,经常买些食材在家里倒腾,又健康又省钱。 且,你买的那些冰鲜三文鱼,G20指定羊肉,进口原鲜牛排也不便宜啊。 可可啊,这是真的素心量归姐你,没,一点信念都不留啊。 哎,衣服链接别忘了发我,挂了电话,我心里还纷纷不平,明明好称是敬民主妇。 怎么着,也得拿出点像样的例子来烘托自己的高大的形象。 查了查账单,总算有了点底气,买的三个羊腿才花了一百块,出去吃,随便点一道烤羊腿,不得一百多块啊。 买的原先牛排和饭下来三十一片,稍微腌制一下,牛排锅进一间,比一般新餐厅的要好爱。 三文鱼买了三本,花了一百五十,一顿生吃,一顿照烧,一顿香烤,也很超值了对不对。 再说又不经常吃,通常都是家常小炒,面条大饼,整体的餐备支出比前两年下降了不少呢。 没等我骄傲吗?读者群里一堆消费仗集的达人,各个三观众,点子多,让亭主好胜佩服,我才不会告诉你,他们是一个红包炸出来的呢。 话说,这些年轻人太会省钱了,at竞节,我以前是出门就滴滴,上班也是,现在是提前一个小时走路上班,以前都是买进口酸奶,现在买乳酸君自己做。 at Lilithy,以前,我基本上是叫外卖,周末就下馆子,现在自己做饭,卫生干净,还能剩下一笔钱去投基金。 at 杨阳,现在买运动品牌,我都会选择打折的时候再去,反正款式没多大差别。 其他衣服会买经典款,流行款子很少,at温暖,现在更喜欢少而经的消费方式, 一年买二到三件品质好的衣服,可以穿很久。 at 爱很美,以前喜欢买韩国护肤品,大派彩妆,现在会在网上买方聊的产品或者国产彩妆,一样好用。 at 周周,以前去超市喜欢买各种进口水果,现在喜欢买平价的国产水果,口感一样棒。 at 青草,以前爱吞护肤品,现在是从洗到用,全部用完再买,缺啥买啥。 at 小男,衣服鞋子基本不买了,想买的时候就去翻翻衣柜,鞋柜。 at 根,小白的衣服基本上是大宝的,量化性别不同也不怕,大宝的衣服尽量买中性款就好了。 at 天堂鸟,不赶时间的时候,能步行的地方就不坐车,能自己做得并享受动手乐趣的不满,比如服装和食物。 at 嫌小妻,萌眉之后连画面都省了,涂个防晒隔离,再换个口红,就和美。 at 周长雪,朋友一般会请到家里来做客,然后大家一起做,一起吃,感觉挺好搭。 at 大哲,想旅行,就去登山吧,花费不多,风景不错,还断练身体。 at 妹子,旅行的话,我以前都是住酒店,现在喜欢住轻旅,我一个单身男性很方便,也很有趣。 at 留白,今年的一大目标是用掉手中的充值卡,充卡消费往往变成快点把卡里的钱用掉吧,而少了真正的乐趣。 at 安娜,从喜欢买衣服到喜欢整理衣柜,寻找重新搭配的可能性。 at 安娜,不喝甜味饮料,奶茶,不吃油炸食品和各种零食。 at 会在家做晚饭和午饭,以前很迷恋奢侈品包包,现在觉得把这些钱用来投资更好。 先升级战斗力,再升级装备。 其实消费降级,并不是要我们降低生活品质,无印良品的麻制拖鞋,和网易年选MUJI制造商,出品的麻制拖鞋。 效果有多大差别吗? 还有像收纳包,床上用品这种技术含量不大,却在价格上添乱之别的物品。 我们为什么不在质量有保障的情况下,选择更便宜了呢? 身份和品位,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来展示,也没人会每时每刻关注你的生活。 实在点生活,可能更幸福,然后想想自己最需要什么,最在意什么,把钱花在那些方面,才更有价值。 比如Aunt天堂鸟在自己的摄影装备上,会买能力范围内最好的,免去了再次升级的费用,也能独促自己坚持下去。 比如Aunt天堂两口子白手起家,熟悉经济状况大为改善,生活始终减省,但每年的两次长途旅行,是生活底线。 再比如文章开头我的闺蜜,虽然会穿便宜的衣服,但是会花大价钱上私教课,身材好了,体态好了,才能把几十块的衣服穿出大牌感觉。 听主呢,在生活的很多方面都很抠,却在昨天火速买了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,是觉得人生体验很重要。 长这么大,还从没看过一场演唱会,而且是伴随整个青春时代的五月天,是唱突然好想你,唱绝将,唱你不是真这样的快乐的五月天。 那就去看吧,2018年会因此多出不一样的体验和回忆,很期待呢。 你呢,是怎样消费的,留个言吧,不贵。 周末愉快,欢迎扫描上方二位嘛。 关注亭主,有更多亭主的私藏干货,等待大家去发掘哟。 么么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关注互助,请拜拜! 感谢观看